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而播得一系列的奖品 当时这档节目那两位主持人华少和朱丹 也算是浙江卫视的台主级别人物了 而且那时还并没有奔跑了 中国新歌声等一系列爆裹的综艺 我爱记歌词已经算是收视率极高的节目了 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朱丹离开了浙江卫视转移到了湖南台 不过在那个综艺主持人多的数不胜数的平台 也并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朱丹发挥 更没有很好的资源给他 以至于最后只能去拍了湖南的一个 关于副产客的电视剧 但是近日一档新节目开 蓝朋友横空出世 是浙江卫视中国蓝十周年的特别企划节目 其中囊括了奔跑吧 演员的诞生 王台对王台和中国好生意 而且在每期节目中 又都会结合我爱记歌词的经典环境 不得不说导演也太能融合了 可是感觉节目的反响并不是很好 不过除了节目的形式 有我爱记歌词的影子之外 节目组还找来了之前综艺中的几位 李唱以及朱丹和华少两位主持 这大概是他们时隔十年之后的再聚首了 虽然他们许久未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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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